各位观众大家好 汉河防务评论的平可夫二世 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台湾海峡的问题 上一集我们谈到了美日与中国之间在战略威慑这个层次的升级 也就是说双方都以真正的武力介入的态势来看待目前的紧张的台海局势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混合战争 所谓的Hybrid War在台湾海峡冲突过程当中的运用 我认为这个混合战争已经在台湾海峡爆发了 所谓混合战争 之前我也给大家讨论过 谈到过这个问题 他实际上是在这个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诺夫2009年 在这个红星报上提出来的 也就是说未来战争的模式 实际上军事冲突与打击 只占三分 剩下的其他的包括网络的攻击 电力的攻击 信息战的攻击 加新闻的攻击等等 其实所有这些混合战争的各种各样的表述方法 已经在台湾海峡早就开始了 五年前甚至十年前 梁家河这个人上台以后 大大的提高了混合战争的力度 包括这个间谍的问题 这个我想有一个案子 最近我们也注意到了台湾海峡 这个间谍案子的这个激烈的升级 一次侦办的现役军人 校级的军官 大概就那么五六名 我看这张照片 大家还可能比较熟悉 这是一个台湾的这个军训部的上校主任 在衣着国民党军服 这个台湾国军军服 写的一个所谓的保证书 这个保证将来中共攻台的时候 自己不反抗之内的东西 这个有意思了 很有意思了 大家也知道 我的母亲这边家庭 他是个军统世家出生的 这个舅舅在1938年就是灵训班的优等生 在军统局内部赫赫有名 这个教官是省罪 遇了醒 班主人是戴笠 他为什么赫赫有名呢 以前我在谈我的家史的时候 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1938年毕业以后 他作为优等生率先在重庆江北吉察所做所长 那多重要的一个职务 他擅自结婚 悄悄结婚 这件事情还了得被判刑 这个问题在军统内部 他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加以有名的 本来当初你们看周养浩的回忆录提到了我舅舅这几个案子 题目就叫做借人头 当初戴先生是要借他的人头 还有好几颗人的人头 另外那几颗人头是被借掉了 我的舅舅没有被借掉 那是因为他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学生 再加上全班的同学 省罪先生来保他 所以才没有最后人头落地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的话呢 到了我这一代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军统的后代 没有人对这个军统 对情报真正的有什么真正的感情 这个就像我自己一样的 我自己去阿富汗战争采访 我自己去这个乌克兰采访 我可以去 可是我绝对不愿意让我带儿子去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相信了 今天台湾情报机关的内部 恐怕没有多少人 甚至没有人 是军统局的后代 就我所知道的 有些军统局的后代所认识的一些人 他们的父母亲 连军队都不让他们参加 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刚才谈到了混合战争这个问题 其中最大的一个战争形式 就是间谍的渗透 那么这张图 大家看出什么问题了没有 刚才我亮给大家看的这张图 看出什么问题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滑稽 还非常古怪 哪里有这样的情报机关和特务机关 还在敌后 让一个被招募的人 穿着他敌人的军服 拿着自己写的一个手写的保证书 拍完照 还留在敌后 这是什么意思 国际上没有这样的间谍招募的方法 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不能留下证据啊 你知道吗 你怎么可能搞这么荒唐离谱的办法呢 只出现过一次那次的局面 那就是1962年的潘康斯基的案子 他是这个苏军情报局的上校 他自愿的为英美情报机关工作 然后在伦敦的一次见面的过程当中 他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提出来说他想穿一个美军的上校制服和英军的上校制服拍照 因为他是双面的 同时为英国和美国人服务 而且他是自己去找上门的 他向美英提供了当时苏联所具有的核导弹的导弹数量 以及弹头的数量 这对于解决古巴问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所以肯尼迪完全知道苏联当时的真实的核武器的状况 那么第二天英美的情报人员果然就做了一套非常精致的美英上校的服装给他穿着 并拍了照给他 他看了很高兴 然后他想带走 那英美告诉他 这怎么行 严重的影响你的生命安全 两张照片由我们保存 你一定会回到自由世界 等到那天我们再把这个照片给你 所以从这个故事你就可以看出这张照片的荒唐是什么 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荒唐 那是不是台湾会问 难道这是捏造出来的新闻吗 调查局的这个正式的调查 调查局怎么会伪造这样的声明呢 是不是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台湾的调查局做事是非常严谨的 这个反间谍机关他做事没有足够的证据 这个案子如果不成立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荒唐的图片会摆在这里 是不是 难道是调查局错了 不可能 因为这不是我这个个人的一个说明 上面我提到了我的舅舅 他后来到了台湾以后 三大局他都待过 最后一个处处就是这个调查局 从调查局转任乔委会安全室主任 这是个文职官员 但是专门委员兼调查室主任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这个不得了 他相当于军职的中将 他负责通过乔委华侨这一个管道 对这个中国大陆的渗透的工作 所以他跟我们讲话 只谈一些家常的问题 他从来不和我们讲具体的 这个什么细节的问题 这个他经手的什么问题 只谈到了1949年以前 在重庆西南特区的时候 什么一些案子 他才会说 这个案子我参与了 这个案子怎么怎么 我知道 他只会这么跟你讲 所以老一代的特工人员 他们做事的严谨性 那是不容质疑的 而且调查局做事 他是非常严谨的 那么为什么出现 这种荒谬的照片 和这种荒谬的招募的方法呢 我告诉大家 这意味着台湾情形 台湾的情势 混合战争真的危险了 非常非常的危险了 它这个渗透的规模非常大了 我在这里先埋下一个糊笔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 这张图所表达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意思 两岸情报战 升级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这个是重要的 那么现在在解释这一个案件之前 我们再回到所谓的混合战争的 这个问题上来 等我解释了混合战争以后 也许下一集 我们接着来谈 这个照片引发出来的间谍斗争 反映的是一个什么实质的问题 我们大家知道 所谓混合战争 刚才我已经谈到了 它包括政治的因素 经济外交的因素 宣传战 心理战 国际战等等 这样那样的因素 还有所谓的贸易的因素等等 这些战争形势 实际上早就在台湾海下爆发了 那么我们回到 七十年前的内战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国共内战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中共行事的作风 和它的作法 我们可以看杜江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湖南问题 我们再可以看四川问题的解决 最后是云南问题的解决 真正用到的军事手段 杜江问题可能只有三分 为什么我这样来解释 国民党军足足两百三十架作战飞机 他怎么渡得僵 是不是 你要按照正常的军事逻辑思维来看 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军事分析家 他能够谈到 就是说中共靠几百只小山板木船 能够跨越九百米到一公里之长的长江 当时英国情报机关的判断 就算是你能渡江渡上来 至少也需要一个星期 要付出上百万人的伤亡 可是人家一夜就渡过来了 两百三十架作战飞机 各种重炮 是不是 那么为什么他真的就渡了江呢 政治上你就失败了 是不是 你和谈什么 你和谈就意味着你不能对他的集结部队实施攻击 如果换到今天 我根本我不让你部队集结 你每集结一处我炸一处 是不是 二百三十架作战飞机足够了 包括B24 B25 P51野马战斗机 是不是 从政治意义军事意义上来讲 他根本无法渡江的事情 他怎么就渡了江呢 是不是 那湖南集中了白冲洗多少部队 是不是 就这么一夜之间就所谓的和平起义了 所以你可想而知 在整个混合战争 当时上海采用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混合战争模式 包括金融作战等等 在湖南问题上 四川问题上 云南问题上 从湖南开始 政治斗争 间谍斗争 统战斗争 几乎运用到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真正的军事斗争 恐怕连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都不到 云南就一枪不放 就这么就完了 其实 卢汉 当初曾经和美国人联系过 能不能让云南独立 美国总领事馆不承认 不愿意 所以卢汉一方面是不愿意让战争打到云南来 另外一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想法 农云和卢汉都是遗族 遗族在云南少数民族当中来讲 是一个相对聪明的这么一个民族 云南的上层人物很多遗族出生和纳西族出生 纳西族他的文化水准很高 他有自己的文字等等 所以就这样云南一枪不放 而且云南驻扎了多少国民党精锐的保密局的人 包括省锤 后期包括选举周阳号 舅舅这些人都驻扎在云南 早就知道他要反目 而居然没有办法去阻止他 你想想 至于四川问题的解决 什么川西会战 那基本上是一场空想 对不对 当初湖中南就提出了 能不能放弃川西 固守云南 以滇云为基地 至少他控制的三个兵团 还有其他一些云南地方军 加起来也五十万人 固守连公路都不通的 云南的这些地区 完全可以把云南 作为第二个台湾来经营 可是蒋先生没有听这个话 还搞了一个什么川西会战 其实川西会战 基本上是一出即溃 那又是什么原因 这个人被撤反了 那个人被撤反了 这个仗还怎么打 又联系到刚才这张图了 这个人也被撤反了 这一次征办就四五个军官 对不对 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去处理呢 是不是 那就意味着他的混合战争模式 还根本不等到渡海渡江什么的 也不等到什么出动055什么的 那这边可能就出现问题了 是不是 那很多人就会问了 二世啊 平格夫二世 那是七十年以前的战争故事 是不是 那他现在不适合于今天我们多党制的台湾 是不是 还有美国的支持等等什么什么的 这个理解我不能赞同 原因何在 七十年前美国当时化僵而至的这个想法是非常坚决的 差一点也想除兵了 可是这背后有这个柏林问题 当时和美苏之间他们在柏林问题和中国问题上到底达成什么默契 这个我现在还在看 有一些死 我是怀疑 有些死 还有希腊内战的问题 与中国内战 希腊内战 希腊也是共产党和希腊国民党吧 姑且我们这样来说 发生的内战 那是共产党的内战 共产党失败了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上的纠葛和交换 这个我们不查历史不清楚 我始终怀疑 他们是有交易的 否则英国人都想介入了 他美国人为什么不介入 他美国人一旦介入 英国人就不会车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历史的问题错综复杂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七十年过去了 中共的想法没有任何变化 梁家河的想法没有任何丝毫的变化 依然是些 你听他们的用语 听他们的用词 是不是 都完全一模一样 你有你的想法的变化 而他没有变化 这个世界七十年过去以后 韩国发生了翻天覆辟的变化 朝鲜半岛 包括甚至苏联 这个国家也不存在了 东欧也不存在了 社会主义集团也不存在了 台湾已经早已经民主化了 但是唯独他的思维模式没有发生彻底而根本性的变化 他今天最主要的在他的国内抓住军队 他当然知道军队的重要性 他渗透你的情报机关 他渗透你的军事机关 最后再以拉拢龙云 卢汉这种方式 拉拢台湾的其他政党的领导人 最后再进一步的金钱以及间谍渗透 拉拢你民进党的领导人 这是完全可能 对不对 只是说能够拉拢到什么一个层次 最终能够起到多大的效应 再配合其他的各种混合战争的作战理念 包括让你更多的台湾人享受进入大陆的好处 这是他所谓的过去所谓的会台政策 越是反动的 他越愿意接近 其实你说卢汉当年不反动吗 是不是 1949年的1月份 他还公开的在昆明处决了一批人 这是在西南特区的保密局的计划之下处理的 他当时还在想绝对要和共产党作战抵抗到底 甚至一度想过和美国联手的问题 最后连卢汉这样的人都逐步的改变了他的思路和概念 我就搞不清楚 这个政治家在最后一刻 最近台湾的某些政客又跑到大陆去了 我想我不提 大家也知道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你看到的可能只是短期的好处 其实卢汉是什么结果 这个农云是什么结果 1957年就因为农云说了一个苏联 这些教条主义也太严重了 这些东西能不能适合于中国的建设 能不能适合于云南的建设 这些我们都要值得深刻的来反省和讨论 就这么一句话就被打成了右派 卢汉是到了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说就像我祖父一样的 主动的上交了所有的房产 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请允许我用云南话来讲几句 就是说哈塞这个就叫做 你当然是想了那种主义 你然为共产党进来了 你会闹到个一挂八指 不是啥个说 到最后你还不得不把你的这个 这个是职业拆产的拆产 以所谓的资业法式的充功课 你说你这个是货库 如果你保住云南的八笔加赏 至少你家产还在 这个就叫做 云南来说呢 哈密是烟 其实他并不哈 龙鹰咋个哈 龙鹰 龙鹰大厨修殿灭公路 这个是特主动提出来的 像老家提出来的 一旦失业的殿灭公路开通以后 就邓云南 不是这个殿灭公路 殿野公路 也拿到海法这个公路 这个公路一旦开通以后 就邓云南获得了一个出海 出海口 就因为他说话说贵的 你说啥 当然是说话这个话 苏联这套教条主义不能在中国运用 他和这个卢汉是坐在一起的 卢汉已经敲他的手了 暗示他 你没有说贵的 你说贵在那 说那么多在那 他不听 结果右派 所以现在你再反过头来看 这个各种各样的混合战争的渗透模式 将来对台湾会有多大的伤害 这个我想今天的话题 我们暂时谈到这里 到了下一集 我们来研究这张图 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上校签字的这张图的 它的真正的严重性何在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 继续跟踪我的新闻 每星期都跟踪 非常重要的各种各样的话题 今年我们就要把它讲清楚 好 再见